老師 同學 午安 再次感激你們來 添加今天1052的社群和校說明 即便沒有提供電話 那我先介紹到我自己 我是教大中心教師社群的懲罰人員名鼠輝 那後面那一位黃美恩老師 他是學生社群的懲罰人員 那我還是想先說明一下 我其實基本上在1051 就上學才執行過這個社群的一個計劃 那美恩老師他是真的學習在來的 因此等一下有Q&A的部分 如果說我們回答不出來的問題 我們應該會記下來 單獨的查好資料之後再回覆你們 這樣子 好 那今天我們開始先說一下 首先我想要給各位看兩張照片 好 今天的那個說明會我基本上會希望是把我上學期的食物的狀況 跟規範結合在一起說明 那這兩張照片我不曉得各位有沒有發現最大的差異在哪裡 左邊那一張呢 他有很多的小章 蓋章 右邊這張是非常乾淨的 原因是因為如果說如果說在核銷錶上面有任何的圖改都必須要蓋章 那其實以往的承判人員他為了避免來來回覆的那個文件的網板 還有時間會延避免 所以當我們收到核銷錶的時候發現有錯 我就自己改 自己改了 自己改了就蓋自己的章 就是避免我退给你 然后你要花时间弄 然后再来是 你会觉得我好像退你 你会不高兴 但是呢因为在上学期发现 当我合了那么多张在上映的时候 我也会被退见 我被退见的时候 我就必须退你的见 因此今天最主要的目的 就是希望我宁可把事情先说清楚 想明白如果你有问题 我欢迎你随时的打电话来询问 因为到后来发现有很多错误 你会花更多的时间 我也会花更多的时间来密布这个错误 所以这两张的主要目的 是要告诉你说 未来如果说我退以前 不是我这么想要退 是因为我也会被退见 如果说你有任何问题 请你务必拿来给我 那你想想为什么会那么多张呢 因为它是联动的 它的栏位它是有关系的 上面的加总如果错了 你下面都会变得错 这边上面的加总错了 这边下面都会变得错 所以它是联动的 这边的第一个栏位跟最后一个栏位都是有关系的 所以通常不太会是错一个栏位 就会拖很多的栏位 所以务必你有问题来打栏位 那再来是这个张都一定要盖起来给我 以往有八年过去会少盖张 这张有问题 没有问题我会下一张 好在核销的时候基本上第一页就会是核销表 这边核销表 那我现在要说明的这张核销表是 第一个部分是 那这边会有一二三个栏位 他要写的是预算编号 以往承办人员他非常非常的nice 他会把这些预算编号 帮你填好了寄给各位 召集人 社群的召集人 但是往往在转寄的当中 就会因为搞不清楚哪 到底哪一个文件才是最正确的 哪一个是新的哪一个是旧的 所以每次回来这边还是问我说 因此 我后来决定了 这三个栏位 就是所谓的预算编号 教博编号 中长城的编号 请你们都不要填 我自己来填 我自己来填的当下 我刚好可以确认到底有填错 好 再来执行的期程 期间呢 在1052 这个学期 基本上 会从开学的二月证 到五月底 那我记得我在发公告的时候 我上面就有注明 合销的最后期限 就是五月三十一号 那这个五月三十一号 为什么会定这个日期 是因为我们也会因应 会计是他给我的期限 还是必须要往前挪一些时日 所以呢 请务必各位 这个时间 你如果写到超出五月三十一号 就有点不一致了 那第二个要强调的是 你合销表 所有的合销 请你务必在这个学期的五月三十一号 全部要缴交到 教杀成型 因为我们也要作业 好 再来是 这边有个栏位叫做预播经费 教师社群才有预播经费 学生社群没有 那教师社群的预播经费 基本上 我在审核通知单上面 都已经 夺列在那张单子上面给老师了 那什么叫预播 就是要方便老师 要执行业务 那有 当然有预播 就有不预播 不预播通常都会是 像二代减法 公补费 等等 不预播的 好 那这边还有本次第一次合销 还是第二次合销 我基本上是希望 像学生社群 不过就是三千块四千块 请你们尽量可以的话 就一次打合销完毕 那老师最多 老门教师社群最多会收到一万二 有可能这一万二会 分成第一次合销 第二次合销第三次合销 这是有可能的 但是 对于教堂中心来讲 如果你可以一次把单局都弄齐 一次合销也许会比较清楚一些 好 接下来这个下面的表格 这边的一些经费科目 我特别懂这一张的原因是因为 大部分的不管是教师社群或是学生社群 都会有这些经费的编例 所以我等一下会一一的说明 但是在公读费上面我就不说明的原因是因为 学生社群没有公读费 而教室社群的公读费由教发中 中心这边统筹 所以今天我就跳过去 好 好 那在右边这边呢 呃 其实我一定是尽量的配合这个表格 告诉你说 讲座终点费会需要到哪些附件 二代健保需要到哪些附件 这是我的说明 好 那我接下来会一一的讲解 好 好 讲座终点费 基本上在教师社群或是学生社群 基本上都会有 因为你会请一些老师 不管是校内的或是校外来演讲 那所以看一下他的那个 知用编列的 好 所谓的讲座终点费 就是要办理研习会 座谈会闲 训练啊 进修 这可以包含校内或是校外 那每一节课 是50分钟 连续上课两节是90分钟 未满者检犯知己 这些的规范都是来自于 会计室 那会计室 他的规范也是来自于教育部 好 那讲座终点费 我先讲一下 他会有的图片是收支凭证 收支凭证的下面 就这一张 他必须下面要付收据 那以往呢 当然 有些老师他已经执行很久 他都会很 很清楚知道这个一定要付收据 可是因为 我说到的状况是有可能他是 旧的表格 这个是新的表格 那你也许会问说 那请问新的表表如何确定 这个表格 我也是从会计室上面的王爷上面去下载下载的 所以尽量你们在附件上面的表格尽量都是用新的 那 基本上我也会在内容上面去付给老师 好 再来是这个收据这个表格要特别说明 因为这个是表示说 你请老师来演讲 那这个东西要请他亲自签你 那这边呢 他会有几步标准 请你务必要填清楚 那像校内的话一小时八百 有可能是校外的话一小时一千六 或是我不知道你会请老师来讲解几小时 所以这边一定要显示清楚你的几步标准 再来是他这边的里面的每一个栏位 都一定要如实填钱 什么叫如实填钱呢 就是说讲者他在哪一天日期 你都要填哪一天的日期 不能够不一致 所以比如说这样的日期时间 都必须一定要如实填写 那像讲者基本资料 最好你都要写清楚 他是哪个公司行好的 他是哪个学校的 哪个系所的老师 尽量把他填写清楚 那 这边特别有一个红色的 不得由他人带钱 如果有图改 一定要在图改几千张 这会很麻烦的原因是 如果你请的时候校外的人士 你可能还要把这个东西如果签做 好寄回去给他 请他来重联 那领军上面的一些阿拉伯数字啊 好刺激 因为现在有些人签名非常艺术 我会看不清楚 所以尽量请他以正凯填写 那像这个支柱收支凭证 这个地方 就请你把它写出来 是受害不是谁等等等等 所以说 那多张这个表格 就是旧的表格 等一下我会帮人告诉你 哪一种是新的表格 因为在下面这边 一样会有栏位是编号 预算编号栏位 那个也可以一直用起 你只要看到预算编号 你不知道是什么 你可能不要贴 好 请问这一张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的话 这个是收支 讲座终点费的收支凭证 那因为讲座终点费 是请人家来演讲 所以你一定会有海报 请你顾上A4的银本海报 A4的银本海报 好 还有一个东西 这个海报上面呢 请你一定要注记 至少主角人是谁 日期时间跟地点 清除 简单明亮就可以了 再来第三个附件 叫做印税清测 这个表格也可以从快速那边下载 当然 如果可以的话 我尽量你放在 教室的网页上 抑或总共寄给你 还是说你如果需要 请你来询问 我会缩取回应 这是第三个附件 想做终点费 好 那讲座终点费 基本上一定会 因为他是零钱嘛 所以他会有个二代健保的部分 二代健保 二代健保 就是1.91% 所以这个二代健保 另外弄一个收支提振 另外弄这个 然后下面要贴这个单子 叫做补充保费应系表 这个表格也是可以在快速上面找到 再讲一次 讲座终点费 除了刚刚以上的三个附件 因为他会牵涉到二代健保 所以二代健保这个部分 一定要另外 写一张收支凭证 而收支凭证下面 一定要有个 补充保险费应系表 写上去 贴在下面 好 请问讲座终点费有没有问题 好 没有问题 我下一张 好 这就是刚刚的支用原则 其实就是重复刚刚说的 但是要补充一个 如果说你请的人 是外籍人士的话 你必须还要付外籍人士的护照语本 具有正义 改变存购语本 这个其实跟公读生 如果他属于外籍人士 意思是一样的 都一样要付他的护照语本 具有正义本 跟春的语本 其他的都是 刚刚说过的 好 接下来要讲的是印刷费 那什么叫印刷费 举例就是叫你去印海报 印单章 印一些文件印刷 当然他是希望你可以 避免豪华精美 然后实用为主 那在印刷费 你要附的附件就是 填一张收支评证 而这收支评证 下面要贴上你的收据 或者是网票 那特别要讲这个 这个收据的话 排头 你只要写十件大学四个字就可以了 然后上面要写统编 学校的统编 03724401 再来是 你这边的话有一些 你的名称名系 数量三价 一定要合 为什么要特别讲 因为就是有人会加错 你的数量 一 三价一百 后面之前两百 他会成错 所以这个可能要请你们 务必稍微再看一下 他下面都写中文 中文大写来写 好 那这边的张要特别说明是 张一定一定要有商号名称 这个负责人章 商号的地址跟电话是 缺一不可 因为以往 曾经有人他的章 他就是一个 没有负责人的名字 或是说没有付商号的电话 这都是不可回应的 因为这个幻记事 他每一章都会看 好 那这边有讲到的是说 如果你印刷的是一些报告手册的话 当然你可以写一些影本 这样就是证明说 你真的是来印这个东西的 好 那还有一个要件 等一下在特别说明的时候 我们再来一次 就是说如果说可以的话 做第二次的确认 请用一公里 确认一下这个 把它画上去 再度确认你有没有写错 这样是可以避免 你说话来说我们还在看一次 好 这个是印刷 请问有没有问题 下一张 好 散数费 散数费也是大部分都会 因为你们可能会 因为要开会 超过中午12点钟 或是下午6点钟 就会买便当给大家吃 特别说明的是 第一个活动时间要达三小时 才可以 散数费基本上只喝便当 茶水饮料 点心水果 都是不能喝下 这不是我规定的 这是会计是规定的 所以基本上都是以便当为主 那 我很确认过的 如果现在一个便当 你最高的 最最高的金额 就是八十块一个 那 曾经有老师问我说 现在的物价飙涨 你还提供一个八十块的便当 便当 但是我真的最高的 是学认过 教育不一国的一个八十块的便当 所以 请不要误会 可不可以超过八十块 最高是八十块 那 一样在核散数费的时候 基本上 你会要需要检户支出凭证 而支出凭证下面 一定要贴收据或是贴发票 还有一个是签道表 这个签道表意思是什么 好 如果 举例 如果你这边写的是 数量是十个 十个便当 可是你的签道表 却只有八个签名 那也是不符合规定 意思是说 如果你这边是十个人签道的话 那你前面的那一张的 收据或是发票的那个金额 就应该是一致的 十个便当 就是十个人签名 八个便当就是八个人签名 请问这有没有问题 那这边的发票跟收据的规定 基本上 都是差不多的 那签道表日期跟发票 或是收据上日期 一定要一致 这个是很细微的部分 会计是也会看 再讲一次 签道表的日期 必须要跟发票或是收据的日期 是一致的 同一天的 好 请问这有没有问题 没有 都下一张 来讲的是杂支 杂支一样 你要检附的是支出凭证 然后下面都贴上你的发票 那发票跟收据上的规定 也是一样的 那这边有的这个栏位 你的预算 这边有什么 呃 费用来源 你不晓得 你不要贴 那这边就要 你要请你写一下 就是 你要支出是什么东西 要付好钱 跟 收款人是谁 把它提清楚 好 再来 这个问题 呃 杂支的支用原则 请你看一下 好 意思就是说 其他的部分 都没有列到的 可以 来 文具用品 纸张 资讯 耗材 cd 或是碳粉 或是有资 这是杂支的定义 好 杂支的定义 意思就是说 其他的都没有 那些东西 就是用杂支来买 但是这个杂支 他的那个编列的时候 他是有预算的限制 不能超过一千块 好 下一张 好 资料收集费 其实我在核销的时候 我会发现资料收集费 被印刷 好像有那么一点雷同 但是 先看一下他的资料原则 他的资料收集费 意思是说 是隐印必须的参考书籍 我是指资料解锁 呃 我举例好了 呃 会计是跟我说 如果我这个资料收集费 的收集费 收集费 上面 他如果上面写的是隐印卡 他不接受 但是我要跟他讲 呃 他跟我说 如果我说你这个是买额印卡 请在旁边桌处 你说你指费国家图买 是真的去买额印卡 去做一个额印的资料参考 这样子 有没有问题 听得懂吗 因为在国家图书馆 你要额印任何东西 你必须要买他的额印卡 好 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好 那再来第二个是 上学期有一个状况 是 有老师用资料收集费 去买一本书 那本书 请你就一定要 第一个 要付简附 封面的印本 而这本书 最后结束的时候 还是要讲到教法中心 教法中心 会送到图书馆 去给大家公餐 越来 所以我一定会入府的 所以第一个 你一定 除了收集凭证之外 请你要 如果买书的话 要付他的印本 蜂蜜就可以了 然后书 最后要缴回来 我会送到图书馆去 请问这个还有问题 没有 那下一张 好 这是注意事实上 注意像是说 在细 智文或节上面 请你们 大概可以稍微 帮忙一下 好 注意一下 发票日期统编 你们的动 一公里住期 刚刚有讲过 你在住健康时 其实可以再度确认 是否有写错 好 那发票的话 不管发票的时候 局动一定 要取消统编 那张一定要 负责人的名字 地址 电话 再来是 请不要用口红胶 为什么 因为口红胶 容易脱落 那送到 因为他会 合张的时候 会送图关卡 怕会送到最后的关卡的时候 脱落的时候 不知道哪一张是哪一张的 所以用胶水淋贴 那下面的 在明天评证上面 他说已不超过五张为原则 意思是说 你的这个评证上面 你可能是 一千块 一千块 你可能六张的那个 罢票 或是收据 幻记事的规定是说 那你要等两张的明天评证 因为他说 下面的评证章 说已不超过五张为原则 好 再来是 如果你有购买邮票的话 你务必一定要去当场 跟邮局 贵台人员索取 购票证明 这个购票证明 是要当场才会给 你事后要 他不会给 那你付了另外这个东西 是 也不行的 只有购票证明 好 再下一张 好 这个是 就是一些 细项 就是说 你在年天评证的时候呢 尽量把日期的台国 农天号 不要遮处 金额不要遮处 那像第二点的话 好 我举例一下 他说 若该将评证实合金额 叫 评证总额低 则请在评证上面 注明实合金额 意思是什么呢 好举例 发票如果是五百块 可是事实上 你只有核四百二十块 所以 所以请你在 把这个发票或收据的旁边写 实合金额多少钱 意思是这个 这样子懂吗 有可能你的发票是五百块 可是你事实上 你不是要核五百块 你只要核四百二十块的时候 你都要注明一下 你实合多少钱 好第三项是 就是 如果你跟学校报照 当然这个是告诉你说 那张发票 如果是你要来 报上用 核销用 最好那张发票 或是收据上面 都是那张你要核销的东西 你要拆哪些其他的 你个人买的东西 就是尽量不要有 那再来是 如果他那个附件 又是感热止质的话 可能要请你先引力 附在这个发票进去上 因为感热止质 他很容易就 他有做了一段时日 他都有孝顺不见的 这是综艺事项 好 再来是 好 这一张呢 其实只是要报酬你 说 因为 一百零六年度 一百零六年度 教卓有新的表格 看起来有点不太 看起来比什么不同 但是其实 有些细文的地方 他是有更动的 那这个表格 会事后 会后呢 传给每个社群的召集人 因为 教华中心的窗口是 社群的召集人 所以呢 这个表格 会后会传给各位 那到时候 如果你要回销表的话 其实用新的表格 那旁边这边就是 收支离正前边 如果你有需要任何一些 空白的表格 那 请你也可以打电话来索取 或者是到 教官的网面上去看 好 到目前为止 就是我 要讲设计的一些 火销的一些规范 我经常跟实物结合 请问一下 老师跟小学有没有疑问 如果说 你没有任何疑问 欢迎你 到时候在五月底 合销的时候 五月底之前合销的时候 你有任何问题 还是可以打电话来 叫他中心询问 那询问谁呢 可以打到2678 或2615 都可以 没有 那 谢谢两位 谢谢大家 结束了 谢谢 谢谢 谢谢